兔妹妹,别愣着了 这里晚上会出现黑化的半仙 我们赶快做陷阱防御啊 且,慌张谁摸 不就是黑化的半仙吗 我一钻头就能搞定 是吗 据说他们的攻击力和血量都特别高 所以这次我准备做一个多线路的全自动陷阱防御 首先看我用方块在空中做一个超大的平台 地板的话全部都用电石块给铺上 这么麻烦干嘛 你看,直接用机关围上一圈不就行了 且,就你那破陷阱 一会就等着被虐狗带吧 这边接着看我在地上挖出来宽两格的坑 里面全部都放上投资器 然后再用电能线给连接上 就我这全自动投资器 只要敢靠近 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 另外一边的话就放一点点的弹簧吧 放心,都是自己人 今天我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时间紧任无重 这边看我再接着放上激光 然后下面全部都铺满地刺 嘿嘿,不是我吹 就我这陷阱 绝对可以把半仙给坑到怀疑人生 臭小米,你效率也太慢了吧 我都见完睡上一觉了 你怎么还没布置好 招什么急 竟然被黑化了 今天我必须得把洋洋底的陷阱都给拿出来 这边接着看我用机械臂全部都给围上 到时候只要赶进来 水也跑不掉 好家伙 臭小米,你也太狠了吧 嘿嘿,没办法 今天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这边看我在左右两边全部都放上发射器 嘿嘿,这么多线路的陷阱 就算谁先来了也hold不住 空中的话 看我直接全部都用荧光金块给搭建上 不仅美观而且还能照明 简直不要太happy啊 屋里面再放点电路给装饰一下 OK,我这空中多线路的无敌陷阱就大功告成了 只要赶出来 绝对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完了,他们已经刷新出来了 半仙你们赶快去收拾小米 都是他做陷阱来磕你们的 可恶,居然还出卖队友 不过这又如何 你看他们全部都被我这下面的激光给烧狗袋了吧 这边看我下去把护兰都给凿掉 和他们好好的玩一玩 来来来,让你们体验体验蹦蹦床的乐趣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为了 糟糕,怎么还上来了呀 好吧,我怎么还狗袋了 嘿嘿,这下不得瑟了吧 哼,再接着来 这次看我直接站在激光的上面 只要在上面走一圈 就可以让他们把所有的陷阱都给体验完了 诶,啥情况 他们怎么都过来找我了 完了,我居然也搁屁了 嘿嘿,这就叫做出来会早晚都要还的 哈哈哈 算了,还是看我下去救你吧 糟糕,这半天的伤害也太高了吧 这边又刷新出来一大波 不过全部都被我这自动投掷器给弹飞了 哦 怎么样,我这多线路的无敌陷阱 就为你们牛不牛 哈哈哈 嘿嘿,这边还有两个 全部都给我量量吧 哈哈哈 是不是 这个大波 我找到我 在小霜 里面 走 那里有个素敬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